我今天來到一個 有藍天白雲 也有海的地方 大家看一下 有認出這是什麼地方嗎 我生平第一次看到這麼多螃蟹 這麼多螃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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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魚 我不知道是什麼魚 這魚好特別喔 黑黑的 帶宅高蟹 滿滿的螃蟹喔 你說這 這是比較沒肉 對 它翻翻了 對啦 它翻翻了 它比較沒肉 冷冷有喔 對 冷冷 我一個主要你拿 好 只要你拿那個電影 好 沒關係 不要啊 我怕它會痛 有捏 它 它很紮實 它這算很紮實 這樣會痛嗎 差別會痛 好 好 這個比較紮實 肉也比較厚 肉也比較厚 對對對 嗯 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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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動靠 餅 對 熟成 欸 餅 很難 放入冰箱 嗯 老闆說明天才拍得到製程 好,那我就附近找了飯店住下來 外面看得到海 然後看得到 反正這這個這一間叫什麼無敵海景 那我們明天 早上 再看看有沒有無敵海景 現在是早上七點 這個景確實蠻好看的 早餐 人很多 人很多欸 我覺得他們會教我 那個人很想要 聊天 很棒 但是我方會寫的 也有個天啊 讓我很想要 都會教你 還要不要 這個兩個人 好 煎蛋 好好看 我的減肥早餐 可以啊 好燙 好燙 好好看 我的減肥早餐 我要介紹一下 萬里這條街啊 有很多家的餐廳 跟萬里謝有關的餐廳 當然是漁產餐廳正常啦 只是 我先說一下我開車過來的感受 我開車過來我就被懶了 被 我就不說是哪一家 我被懶車 然後我就很意外 到底有什麼事 是要指引我停車嗎 結果不是 是要推薦我進去店裡面 我真的覺得這樣的 給我的感受不太好啦 我也不說是哪一家 我還有看到一個我覺得有點誇張的 就是 拉人拉到什麼地步呢 拉到人家的店門口 真的拉到人家的店門口 這個是我剛看到的喔 這個不用我舉證啦 就是有來的應該都會知道 對我真的是 沒有看過說人家是 拉到店門口 到人家店門口 來拉生意的 我現在告訴各位 我百分之百確定 我現在要拍的這家阿傑萬里謝 他是沒有在拉人的 他一直是 有客人到他店門口又被拉走的 我剛剛就已經看到了好幾家是這種狀況 我剛剛就已經看到了好幾家是這種狀況 因為我不想去二樓了耶 二樓那邊是滿人啊 但是我今天走過去 很累耶 我先讓老闆忙他的工作 好 等一下再上我的菜 那這是 這家店的菜單 大家稍微看一下 呃...我不覺得貴啦 因為海產的價錢 也大致上是這樣 而且老闆還蠻客氣的 人也蠻可愛的 嗯...跟我差不多年紀吧 這幾乎隨時生意都這麼好 這幾乎隨時生意都這麼好 當然因為今天是禮拜... 今天是禮拜六也有關係啦 不過他們這家生意 確實也蠻不錯的 他...他火的呢 欸...對啊 欸...可是你現在有敲暈他嗎 有啦 有喔... 想說不要讓他太動腹了 呵呵... 因為我們沒插過動物的 會覺得有點殘的 真的真的我沒騙你 那有時候觀眾會 會說我們那個沒有人心 哈哈 啊...不然你就不要吃了 呵呵... 哇...還有 欸...為什麼他一開始就紅紅的啊 他...本來就長... 是長這樣子啊 他本來就長這樣啊 對...對... 喔... 所以他叫什麼魚 紅尾東 紅... 紅尾東 紅尾東喔 對啊 喔... 喔... 對耶...他尾巴是紅色的 不用緊張...你放心 我這個是... 我都自己... 最會喇叭的都無言亂語 所以你就... 當作跟我聊天就好 欸...你這個動作... 你做幾年了啊 我做... 蠻多年了 對... 你這個已經有那種老師傅的感覺了 呵呵... 真的...你這技術很好 沒有啊... 有喔...這技術很好 因為你...超快的 這個老闆一定不敢解雇你 呵呵... 呵呵... 真心話啊... 因為我也拍過不少了 我大概知道 其實觀眾還是比較喜歡看 速度快的 好好看喔 好好看喔 這...這個得怎麼樣 喔... 喔... 沒關係不用管我 呵呵... 你那邊距離太遠 我沒有... 我沒有辦法拍到很多 你要隨意做就好了 好 我過去一點點啊 好啦...因為太遠了 而且... 而且他們很忙 我就... 先這樣 你看... 所以這個... 這一道菜啊... 它就算是... 那個... 用燉的 然後... 最後是湯湯水水對不對 對... 喔... 要煮熟 要煮熟 對...它煮熟讓它的那個... 香 對... 魚的那個... 魚油... 會... 會... 好酸 而且... 那個湯會有鮮味啊 對... 好好... OK... 我等一下... 以後來一份這樣 謝謝... 謝謝... 漂亮啦 你這個沙把就是... 先... 先讓它... 腦死的對不對 對... 對喔... 我想要問一個問題 我先說你如果會被問倒的話 我就把那一段剪掉 對... 就是... 因為我看網路資料說 你如果先讓它腦死的話 有些人不這麼幹 但是其實這是對它比較... 比較不殘忍的方式啊 它很快就隔屁了 啊... 但是... 它有時候會掉熬... 掉手... 掉腳... 所以有些廚師不這麼做 這是真的嗎 這是... 真的... 你是不是不清楚 可是... 應該大部分都是... 這樣子做吧 不能... 欸... 我拍的有其他家好像不是這樣 還是... 還是... 還是每個店家的做法不一樣 每個店家應該做法不一樣 對啦 但是你這個才是... 最正宗的做法 嗯... 我這... 我這次有查過資料的喔 我不亂講 所以... 我覺得你這個做法應該是對的 而且你處理超怪的 它應該是... 沒有... 沒有感受到什麼痛就死了 厲害啊 好 你幹嘛 自己... 這個要清蒸對不對 對... 這是外帶的喔 那... 那個要蒸 對 好...OK 那我可以拍到... 那個... 進烤箱的畫面喔 好 好 謝謝 謝謝 你說這是什麼湯 鮮魚 鮮魚喔 你... 你是剛剛... 哇... 這是剛剛那個嘛 對不對 對 剛剛... 我有拍到那個 對 好看好看 喔... 好看喔 謝謝謝謝 這個還要加東西嗎 不用 不用 對 所以它這個就算是成品了 對 對 它是要做外帶就對了 對 對 好 好啦... 謝謝啦 他們的店員每一個都很親切 特別是這個帥哥 他身高應該有190 你這樣... 有女朋友嗎 有嗎 有結婚了 結婚了喔 這樣就沒戲唱了 好 謝謝喔 OK 我點了很多東西 那... 我先開箱這一道... 魚湯 這個魚很特別喔 它活著的時候 它的尾巴是紅色的 有沒有 看起來很特別 這個我還沒有吃啦 我跟你說 每一樣東西有沒有 我先給大家看原型 好... 那等一下再吃 它這個... 一個湯裡面 兩隻魚 喔喔...它臉 呵呵... 欸... 對 我要... 千萬不要浪費 這個... 它的生命 要好好把它吃完 啊... 另外一尾... 魚巴咧 在這裡 因為我都單手在操控啦 所以... 見諒耶 這個魚啊 你看這個肉多嫩 我先喝口湯試試看 阿娘喂 哇... 太好了 我等一下齁 再讓大家看魚囉 那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好... 我等一下再說魚肉啦 主要原因是說 呃... 我如果不開箱其他的 那其他的很快 就會冷掉 我怕那個... 樣子看起來 沒那麼好看 好... 所以... 我先說 魚湯真的很鮮 真的絕對 我跟你講 你不用看到那個 鯊魚的過程 你可以 馬上聯想到 我跟你講這種 一吃一喝 你就馬上 有那種魚的鮮點 不愧是萬里的店家 不愧是萬里的店家 喔... 這個... 這個魚兒魚兒 好像在我的嘴巴裡面有 太鮮了 太可怕的鮮 那... 接下來我們開其他的香 很知名的 萬里蟹 感覺一隻手很容易 所以... 把東西弄倒 會怕 呃... 我的手 這個... 大家看一下 這就是萬里蟹 然後... 老闆是有說 花蟹啦 所以他本來要請我吃花蟹 他有吃那個大隻的叫什麼 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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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虎斑 龍虎蚊 還是有龍膽還是虎膽 我也忘記了 對... 啊... 應該是龍虎斑 啊... 我是覺得這樣也... 對他們... 太不好意思 而且我肯定吃不完 所以... 我就... 只讓他們請兩樣 喔... 是... 是老闆全請喔 是... 不... 欸... 我沒有講 他們就想請我了 真的 因為... 我不知道為什麼 每次拍到的店家人都很好 對... 我運氣好吧 但是... 欸... 有想要做 像我一樣性質的啊 我是覺得也... 不要占店家便宜 因為我頻道還沒起來嘛 我頻道還沒起來 我就... 就... 不是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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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白吃白喝 反正一樣難聽啊 我是覺得這樣很不好啦 那... 這是他們的一個... 板條 你看... 喔... 因為... 我跟你說... 因為我旁邊喔... 電風扇在吹 所以... 你看... 我才開箱一下子 這個湯啊... 現在還有爆煙啊... 我開箱一下這個... 這個就冷掉了 對喔... 有點可惜 其實... 坦白說他已經上菜很久了 對... 可能還要點個... 酒精之類的 好... 不然... 一開始... 這個更好看這樣 欸...好像轉歪歪的 好... OK... 那... 我... 吃看看他這個口味 現在還熱著 應該是OK的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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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很厚... 很厚實喔... 這個很厚實... 嗯... 厚度很...很強啊... 嗯... 然後他沾滿了這個... 嗯... 嗯... 有蒜頭的味道 反正這個醬... 還不錯... 這有蒜頭的味道 然後有...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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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天啊... 什麼的... 剛... 當天的... 的... 這一個... 剛處理好的... 齁... 這個菜啊... 還有這個... 口味啊... 我覺得是... 吃得出很新鮮... 很新鮮的感覺 啊... 我也有看到老闆... 從頭到尾... 這個都是活仔的啦... 他們... 沒有什麼東西是... 先死後殺的... 呵呵... 都是活著... 然後... 沒有靈恥喔... 活著就很快就讓他... 直接... 嗯... 好... 吃看看...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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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吃喔... 嗯... 嗯... 好好吃喔... 我覺得好吃耶... 其實啊... 萬里的這些鮮... 我... 我坦白說... 應該是每一家都很新鮮... 都是活殺... 所以... 到最後比的是什麼... 比的就是口味... 齁... 這個口味... 比較好... 比較讓你有印象... 你就回來... 齁... 啊... 當然... 我... 沒有辦法評估... 這類型的食物啦... 我說真的... 因為我是... 很坦白... 很誠實... 齁... 我沒有辦法評估說... 你說... 萬里這邊這麼多家... 哪一家最好吃... 我沒有吃過其他的... 我沒辦法評估啦... 而且... 這個也... 這個也不是我們一般... 會常吃的東西... 不過... 我覺得啦... 他們這個鮮香料啦... 他們這個醬... 是還蠻好吃的...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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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像在看著你... 記得它叫做... 三點線... 應該沒搞錯吧... 應該...三個點... 沒意外的話... 嗯... 三個點... 不會叫... 兩點蟹耶... OK... 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蟹肉也... 滿紮實的... 嗯... 它都... 同一個漁船... 同一個... 同一個漁港回來的啦... 應該都差不多... 所以... 拼了就是什麼... 剛剛已經講了它的口味嘛... 再來就是拼什麼... 再來就是拼... 誰比較便宜... 對... 據我所知啊... 我有調查過的... 阿姐這邊呢... 他們... 趁金趁兩的時候... 有... 比較便宜一點... 齁... 大家可以上網找... 或者是... 來這邊... 比較... 比較不用錢啦... 只是... 會被白目啊... 嘿嘿... 你不可能進來... 就... 你們多少錢啊... 怎麼別家... 比較便宜什麼... 總不可能這樣吧... 我... 這個... 咬看看... 咬不咬得斷... 嗯... 嘿嘿... 所以我的牙齒還蠻健康的... 不過呢... 為什麼我要用咬的... 你們知道嗎... 因為... 我單手根本沒辦法用這個東西啊... 所以... 順便提一下... 他們這邊有提供這個... 齁... 他是可以咬斷的... 齁... 齁... 那... 整體來說我覺得... 主要是... 他們口味還不錯啦... 齁... 我覺得他的... 這個口味是... 我可以接受的... 他有那種... 為了海鮮齁... 特地... 做出來的這一種... 味道... 懂嗎... 為了海鮮特地做出來的... 這一個... 辛香料... 這一個... 這一個搭配... 的... 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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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 我覺得搭得不錯啦... 齁... 他的這個... 這個... 體味提得很厲害... 什麼辣椒啊... 都有... 齁... 體味提得蠻厲害的... 我個人是... 蠻OK啦... 齁... 而且... 主要是他們... 他們也沒有特地去拉客人... 我覺得這一點做得很好... 就是... 或許啦... 有拉客人... 是... 唉... 大家都... 需要做生意嘛... 啊... 只是說... 我比較難接受的是說... 怎麼會拉到人家的... 店門口... 這... 這一點真的是有... 有點誇張耶... 這真的有點誇張... 我再吃一口... 嗯... 嗯... 我覺得可以... 這口味我覺得可以... 那湯的話... 剛剛已經喝過... 他的這個... 嗯... 我現在就是要... 還差什麼... 還差他的魚肉... 那魚頭... 魚頭我留給大家欣賞就好了... 這麼... 這麼大的魚頭... 啊... 其實魚好吃的地方喔... 基本上可以說是... 尾部啦... 尾部一定是最好吃的... 喔... 幾乎很難... 有...有意外... 啊...我因為一隻手啦... 我沒辦法操控... 所以... 我就... 我... 整個咬一口... 很嗨喔... 整個咬一口... 喔... 喔...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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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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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吃... 第一個感想是... 有吃... 呵呵... 然後,我跟你說,這個魚啊,我個人認為是應該要必點,真的 因為它這個鮮味齁,我跟你說一般海產店啊,他們的東西大部分會有點燥熱 它會試圖讓你多點些啤酒啊,或者是多點些可樂啊,什麼的 但是我覺得說,你如果吃海產,然後配這種湯,它真的是,你知道嗎?就是有一種飯後水果的感覺 你吃完這個海產店的辛香料,然後配這個魚湯,保證你會覺得很high,你會覺得很開心 你會覺得,我這個鋸子有句號的那種感覺,會有滿載而歸的一種完成感啊,完成感 這個魚,非常非常好吃,我個人覺得,除了這種烹調方式啊,應該沒有其他更理想的烹調方式 因為,它魚肉很鮮嫩,我覺得它不是普通魚耶,我也不了解它的level高不高 可是我敢跟各位說,它不是普通的魚,就是它不是,像我們常吃的啊,台灣人常吃的叫無鍋魚 好,現在弄了一個更好聽的名字,叫台灣雕 我說真的,那個魚吼,土味還算蠻重的 對,那個魚會讓你有記憶點啊,但是它並不是好吃的記憶點 那這個魚,它的魚肉你看,有沒有感覺細嫩很多 有,有讓我有吃那種,吃那種鱸魚的味道 喔,鱸魚跟蒸,那個台灣雕啊,level是不同的 稍微有研究了就知道,連我們研究的都知道了,再吃一口 嗯,我覺得很細嫩,我覺得很細嫩很好吃 對,那我,因為,我一個人啊,然後又沒有辦法浪費食物啦 不然老闆一開始有說,要多請我吃很多樣東西 他幾乎把菜單,大概,勾了五分之一 但是,我覺得不要浪費食物 基本上好吃的店,它每一樣都會差不多好吃 它不會有些特別好吃,特別難吃啊 所以,我覺得這一家的料理,我個人認為OK啦 我雖然只點兩樣,但是,其實老闆是原本想要請我吃整組 是,是我,我早點跟老闆翻臉 拜託你不要給我吃那麼多 我,我,你一兩樣來,我覺得好吃,我就會說好吃 我就會介紹,你不用給我那麼多 是極力勸退老闆,不然喔,我真的要滿桌都是菜 那,我很推薦啦 老闆,人滿好的 然後,也不會刻意去拉生意 然後,東西也死會 啊,新鮮 我覺得很讚,很推,就這樣 這邊是萬里的漁港 這個船已經下完貨,準備要出船了 然後,有機會的話,或許那邊的船,可以拍到這個,漁獲下貨的樣子啦 但是,我覺得一般都不太會給拍 這裡是萬里的這個漁港 這裡好像也差不多快結束了 對,這裡差不多快結束了 我剛看了一下是快結束,下完貨了 齁 齁 然後,萬里的這裡,還有一個漁市 齁,萬里謝漁市 啊,因為有市政府幫他打廣告了啦 所以我就算了吧 我的力量太微薄了 嘿 那,我們就去那邊看看 有沒有這一個 有沒有辦法問到他們 拍到這個漁下貨的樣子 欸,這不是花蟹嗎 對 對 花蟹怎麼抓到這麼多隻啊 蛤,這抓四、五天,很可能 很可能 五十九,我有那裡 這個好精采喔 這個好精采喔 他三十六個而已 你稍後再找我看看 才差一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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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差一幾個啦 我去看見 有啊,我再找他再找他 這好好看 這十八個啦 這十八個啦 才差一十八個 五、十、十五、六、七、八 這樣對 大個 四個 這很精采耶 好多喔 大大要找他 對 這才差一千 這才差一千 這要找小魚 要找小魚嗎 要找小魚嗎 我幫你 我也有經營的 我也有YouTuber 我幫你用去 我幫你用去 這樣就好 這是不是有很多 有很多 你啦 真友真友 那真友要拍 那真友要拍 沒有啦,沒有了 那大家沒機會了啦 沒有啦 那我沒有說過 我沒有把你六個位 你如果我六個位 我就怕他回去了 喔 這也 這也先過吃了吧 還有誰要真友 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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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很厲害 哩 那一隻高手 那個 這樣都算很大隻吧 這樣 都還不錯 都還不錯 喔 崩哥 你都開心放著 什麼 他每一個都會 我沒有看過這麼大的萬里蟹 呵吳 這是花蟹 有沒有 這個可以做我的封面了 你剛剛老今天來比較多耶 上一套奶奶那麼多 真的假的 那我去吃人喔 你給他採訪一下啦 誰要誰要誰 還有沒有誰要爭老婆啊 沒有你爭老婆 女朋友壓力比較不會那麼大 好你確定喔 他在這裡 拜拜 他不行 女朋友很多老婆沒站過 這是一夜七次老婆 現在是七夜一次老婆 七夜一次 這個很好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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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我們都市熟 我忘記的看就是這個 這些大到一個 這兩隻 我們都很大隻 這隻可以的那隻不是很大隻 這隻比較漂亮 這隻比較漂亮 這隻比較 可以明瞭你才好 好 我幹嘛抓瓜媽 你要抓這個喔 你不要叫他抓到 他會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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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抓到 這隻 這隻怎麼去抓捏 大概沙公那麼大隻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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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 不要那麼多 好好看喔 這一隻就很像那種 很胖的大沙公 不用不用不用 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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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不要不要 不用不用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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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不用 然後這個算 要把貨拿進去那個 萬里那些是街上 好 好 要先撐過 二十里 你看你 二十里 封面 好啊 三十里 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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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看喔 雨萱 你先撐一下 表演一下 我去這裡 你也不想 來 小的一個 拍他拍他 好 OK 你看喔 像在投籃一樣 好 這力氣很大耶 好像 這很重 可是 扛上去好像 對啊 看起來很重耶 這個還好啦 在水裡面比較重 喔 對 沾水會更重 四十斤在水裡面拉起來 是六十斤的重量 對對對 四十斤六十斤 你不要管這裡 我不會管啦 我不會管啦 你有看我 喔喔喔 謝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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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叫謝老闆 謝老闆 謝老闆我好像聽過耶 還有嗎 嚇嚇 黃謝的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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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老闆 來 走去了 走謝的謝 不是黃謝的謝 來 走上 那大哥你是黃紅嗎 我有經營Youtube頻道 經營Youtube 是嗎 來 李宗 來 李宗 不要緊喔 是 不要緊喔 讓我緊一個嘛 來 李宗 來 李宗 喔 這 你們都很俐落耶 他這裡真的是TACO 對 章魚 還有鯊魚 還有鯊魚 對 鯊魚 有有有 那一隻 來 李宗 鯊魚這麼小隻 這個叫狗鯊 狗鯊 狗鯊 小狗鯊 有 有 欸 你們要做封面嗎 你們要做封面嗎 有 有 我們是三邪順 我們是三邪順 這裡 這裡 三邪順 好 等一下 到底是不是 不是啦 我們是三邪順那個 萬里謝的黑心廠商之一 哈哈哈哈 這個 中間這一個字寫錯了啦 三小順 三小順 哈哈 三小順啦 好 三小順才是黑心的 這個不是嘛 對不對 那我們是三小順 我們是三小順 我們是三小順 好 好 謝謝謝謝 我知道 不會進去了 不會進去了 不會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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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老闆 不會 他三點答了 三點 還有另外還要蒸油嗎 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 今天阿米奇啦 黑心廠沒有增溫啦 這個 這個是 木瓜螺 螺對不對 喔 超能調木瓜螺 裡面有珍珠啦 有珍珠啦 有珍珠啦 可能會 要敲煮才有珍珠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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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拿來吃的 他是拿來賭的 他拿來賭的 也可以賭 這個口感像鮑魚 這個我跟妳講 這個就是餐廳的 那個 鮑魚就是這個 欸 不要 鮑魚 鮑魚 一斤兩百 真的 那個鮑魚 那鮑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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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鮑魚不能說 鮑魚 鮑魚 我要把它折到 好啦 大根們 謝謝 他已經叫我撲去囉 好 一定會撲你 放心